这是今年的新酒 请大家好好的享用 这位就是我的母亲大人 张清月女士 著名女子业家 我们好 欢迎欢迎 凯莉小姐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做公关公司的 PR 难怪挺能喝的 酒好喝 酒好喝 因为我很怕平常接不到客户的电话 所以我习惯把手机声音开得比较大声 职业病嘛 对职业病就职业病 年轻人努力工作是应该的 但是基本的理议我都懂一点 就跟长辈在一起吃饭 手机铃声最好关机 要不然就关机嘛 你们说是不是 不好意思我现在关机 给他 安妮 你不喜欢吃螃蟹吗 因为我很喜欢吃螃蟹 安妮很沉默 所以每次都把螃蟹给我吃 没关系我再给你 谢谢 安妮 你是北方人吗 不是啊 我听说北方人吃饭 都喜欢把菜放在盘子里 夹来夹去又传来传去的 就在我们广东们来看 这盘子呢 是哪里放碎的头的 伯母 你是长辈 不需要说每一句话都字字带次啊 你没有理 只有男人教你 我有了长辈说你几句话呢 对你是好事 这话声音态的 会被人当作没文化 谁没有文化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可是第一名呢 伯母啊 我觉得你是怕你儿子被抢走吧 我这么优秀的儿子 哪个女人不想抢走啊 有背景有家教 我看呀 这件事情能不到你替我操这个心 我们也不是没抱过苦日子 这个家庭 没分钱都是我张亲人 他都实实地给拽回来的 尤其是那种不劳而活的女人 我是看不起 他要上次 伯母 好了 真对不起伯母 凯蒂是我的朋友 她说话是有点冲 但她绝不是不劳而活的人 而且她比男人可靠多了 真抱歉 好 对 谢谢观看